都没人来西双版纳了 今天暑假人特别少 酒店很多都卖不出去 价格也特别低 像我们民宿的话 1999可以住三天两晚 而且还包含了街机街站服务 以及新能源代步车一天的食用权 你平时光租一天彻夜的一百多吧 这相当于两天的民宿让你免费住了 奉劝年轻人赶紧离开东莞 越快越好 东莞给人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工厂 打不完的螺丝 还有吃不完的猪脚饭 说东莞是一个没有爱情 没有温度的城市 只能感受到螺丝钉的温度 和机器的温度 它并没有深圳那么繁华 广州那么多吃的 而且工资比广州还低 物价却不见得比广州深圳低 上着12个小时的班 拿着四五千的工资 住着又张又差的宿舍 导致大多数人选择在外面租房 一年到头也没有几项块钱的存款 而且现在大多数人都找不到工作 裁员高管降薪 房子别看它降价 但就是买不起 赚了一些钱也在东莞 安不了什么家 为什么是没有爱情呢 你会发现工厂大多数都是七零八零后 只有少部分的九零后 没有同龄人一起工作 自然就少了说话的朋友 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伴侣 而且没有家庭的负担 自然就会离开 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心酸 其实这就是大多数管飘的真实状况 西头营太 工作日晚上再到西头营太城来看看 今天够热的 中庭摆了一个儿童游乐园 和暴藏森林 好像是一楼感觉也适合多 到楼上去看看 现在是快七点了 六点五十几分 现在它这个顶上是把它遮起来了 地下一楼人都在开心了 六代手座 河南里面人有多少了 门八两大骨 你看看二楼 二楼几乎没什么容 整个商场整体上还是比较凤的 大概四里 西塔的声音还可以了 米上仙也还过得去 这家菜菠菜是一番 亚顶仙也还可以 烤酱到一番了 这里凑凑声音很没错 晃根本位 听发现是影响很好的呢 是啊 这里在塔哈尔的奶茶品牌 清主上党率也一番吧 福万能先生里面上党率挺高的 嗯 村啊 他这个电影院还不开 嘴吃的啊 他都不改一下 浪费大好的生意 而且很奇怪啊 他五楼啊 餐饮全堆四楼 五楼为什么不放这家餐饮 看不懂 楼袋液态就是建设房 仁华中心 一家宠物店 然后一家裁销房 一家网擦 门口放了一个炭池暴躁森林 你看这门口的星巴克 这里面上座里都很一般 我劝大家这段时间不要轻易离职 今年的就业环境真的是太严峻了 很多人还在失业待业在出租屋里面躺了不知道有多久 但是马上又有1200多万的大学生涌入就业大军了 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你可能说可以去送外卖 去拉货 去做保安 如果说你在白云家和旺港住过一段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真实的看到那些小巷子 有成堆成堆的外卖小哥在等单 跑滴滴和拉货就更不用说了 保安也越换越年轻 这些岗位可以说是处于饱和的状态了 也就是说蓄水池里面的水快要溢出来了 所以说你有一份工作的话就先干着吧 辞职再去找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好 大学出来月薪三千五真的不是段子 你裸辞再去找可能连两千五都找不到 你不干的工作有的是人干 虽然上班容易精神内耗 但是失业找工作更容易让人焦虑迷茫 为什么回到老家三个月后我又重返上海了 三个月前失业回到老家 一本大学毕业有世界五百强的工作经验 却找不到一份月入过万的工作 老家可选的岗位特别少 高薪的岗位基本没有 每个月赚的钱比我在上海存的钱还要少很多 而且老家的社畜门过得也并不轻松 月入五千的朋友职场生活也很不顺心 依然要看领导脸色和关系户斗之斗勇 干的多不一定拿的多 稳定企业也很少 同样也要面临失业的风险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 我发现所谓老家青年的稳定生活 也就是饮症止渴的假象 再说生活开销 虽然租房成本低了不少 一时行并没能节省太多 不过老家的房子确实更便宜 七八十万就可以买一套两室一厅 同样的大小在上海起码五百万以上 虽然老家买房压力小 但相对的各种配套设施远远不如一线城市 娱乐社是稀缺 过了22点就全程寂静 生活很是单调 而且城市老龄化严重 一直以来我都有个错误认知 就是因为回到老家是自己的退路 但实际发现想在老家混得好 拼的是祖上业绩 父母帮衬 某种程度上想靠自己混出个样来 比在一线城市更难 我终于明白 对于我这样心有不甘的普通年轻人来说 一线城市确实更辛苦 压力更大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年第二季度 中国主要城市和新商圈的写字楼租金 持续下滑 市场研究机构指出 写字楼市场 依然通过降低价格来吸引租户 空置率不断上升 这一现象不仅限于个别城市 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7月18日报道 北京望京区域的一位商业地产经纪人透露 前两年 望京搜后的租金大约是每平方米 每天10元人民币 现在不到4元就能租到 这种大幅度的降价现象 在北京多个写字楼项目中屡见不新 多家机构的统计显示 自2022年以来 北京写字楼租金水平不断下降 空置率则持续增加 去年以来 一些业主已经多次调低租金 今年第二季度 这一趋势依然延续 虽然不同统计公司的具体数据存在差异 但以价换量是各方的共识 业内人士指出 这一现象反映了市场供需失衡的严峻现实 多家机构认为 供应量大 但需求释放缓慢 是造成这局面的主要原因 进入2024年 这一情况未见改善 新增供应的快速增长 使得市场竞争加剧 租户溢价能力增强 业主不得不通过降价来吸引租户 根据重量联行的数据 今年第二季度 北京写字楼租金水平 环比下降3.3% 连续多个季度呈下降趋势 与去年同期相比 降幅达到12.7%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数据反映了市场的深层次问题 即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 企业扩张需求减弱 办公空间的需求随之减少 报道指出 在中国 金融业 TMT和专业服务业 仍是北京写字楼租赁市场的主要需求来源 占市场需求的8成左右 但新增需求不足 原有客户也有搬离甲及写字楼 减少租赁面积的趋势 专家分析 这种情况可能会对高端写字楼市场 造成长期的影响 导致高端写字楼的租金持续承压 对此 重要联行北京商业地产部高级董事张思亮表示 在需求不足的市场环境下 业主继续降租以吸引新租户 以价换量已成为市场主流 对于现有租户 业主也开始提供租金优惠以维持稳定性 张思亮指出 这种现象表明市场对租户的依赖性增强 业主的经营策略更加灵活 关于下半年市场走势 重量联行和戴德良行均认为 随着新增供应的进入 市场空置率可能进一步上升 租金则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 业内人士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内 写字楼市场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租金水平可能继续下滑 不仅仅是北京 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写字楼市场情况相似 上海 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 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中指研究院指出 自2024年以来 业主通过一家换量方式降低控制率 主要城市写字楼租金整体仍在下跌 一线城市中 16.7%的商圈写字楼租金环比上涨 83.3%环比下跌 二线城市中 29.5%的商圈写字楼租金环比上涨 65.9%环比下跌 4.5%持平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数据反映了二线城市写字楼市场的不动性更大 市场分化严重 一位匿名的资深从业者表示 在一些二线城市的部分区域 写字楼控制率超过30% 这种高控制率使得市场前景更加不明朗 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专家建议 地方政府应出台更多政策支持 促进市场回暖 中国指数研究院表示 今年上半年 主要城市写字楼租赁市场 仍在通过一家换量来降低空置率 整体租金持续下行 研究院建议 市场参与者应关注政策动向 积极调整策略 以应对市场变化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